而共產黨總統參選 彰化縣競選總部的成立中部 有很多民眾到場熱烈來駐見 接下來侯友宜到台中第五選區 立委參選黃建豪的競總成立大會來見台 為選前大衝刺要搶攻中部大票倉 侯友宜 競賽 侯友宜 競賽 主持人帶頭喊聲 現場齊聲歡呼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及彰化縣長 王惠美和團隊成員 站在台上一字排開 侯友宜彰化縣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活動現場氣氛熱絡 二零精密研究 我們的捷運立宣 我們的農地如果變得更好 我們的教育圖變得更好 承諾若當選總統 會在半年內解決彰化問題 希望在這裡建了一個動選領域 侯友宜共產總統 希望跟我們新手並進 讓台中更好 讓台灣更好 台中第五選區 立委參選人黃建豪競選總部 在二號下午成立 不只侯友宜 市長盧秀燕也到場幫忙站台 每次大選都喊出決戰中台灣 侯友宜選前衝刺 藍綠都搶攻中部大票倉 記者江智南施品華台中報導